歐美央行坚持鷹派的立場 主要是因為看到核心通膨 一直都降不下來 而預定明天公布的最新通膨數據 很可能會加強他們進一步 升息的主張 聯準會偏好的通膨指標 PCE物價指數 將在台北時間週五晚上 公布五月份的數據 其中核心PCE年增率 將會是市場密切關注的焦點 這個數字最近都沒有下滑的趨勢 在四月份的年增率 還有4.7% 市場預期五月份的數據 將會維持在這個水準 比起聯準會2%的目標 高出了一倍以上 同一天要公布的 還有歐元區六月初步通膨的數據 歐元區的核心CPI年增率 過去一年是一路的往上 但是在今年的三月之後 已經有連續兩個月下滑了 不過明天公布的數據 有可能顯示 核心CPI漲幅再次擴大 市場預估年增率 將會回升到百分之五點五 同樣也是遠遠的高出了 百分之二的水準 核心通膨居高不下 不只是歐美地區面臨的問題 亞洲國家普遍也是有這樣的現象 而目前各國的基準利率水準 大多還低於核心通膨 代表這個升息可能就是升得不夠 先從我們台灣出發來看一下 台灣五月份的核心CPI年增率 接近了2.6%對比之下 目前央行的重天限率只有1.875% 南韓跟澳洲也是核心通膨 高於基準利率 尤其是澳洲的差距 有兩個百分點這麼多 印尼則是亞洲當中 少數利率高於核心通膨的國家 而歐美的部分呢 美國歷經去年 過去一年多的激進升息 目前利率的上限 已經來到了5.25% 快要跟核心CPI年增率黃金交叉了 那麼歐洲央行跟英國央行的核心通膨 都還高出基準利率不少 尤其是我們看到 英國的情況更加明顯 加拿大是少數例外的 目前基準利率已經來到 4.75%的22年高點 而且下個月可能再度升息 最新的核心通膨率是3.7% 我們有一個超級大的 一大約 快要看 即使 你 我們 覺得 我們 我們 我們